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雪瑤潘 歡迎收看今天的說新聞 你們有吃過變黑的豆腐乳嗎? 我們今天呢,現場就有一罐 變黑的豆腐乳 黑黑的豆腐乳可以吃嗎? 在一個平凡的日子裡 我先跟大家說一個新聞 就是在一個平凡的日子裡面呢 有一個普通的女孩子意外的呢 在她的廚房深處 就發現了一瓶遺忘已久的豆腐乳 豆腐乳在以前呢 我一直認為她是老人的食物 可是呢 她呢 既然是發酵食物 對身體也是有一點好處的啦 所以在這一瓶的罐子當中呢 她目睹了一場神秘的轉變 原本鮮亮的豆腐乳呢 竟然變成了烏黑的顏色 然後這一個變化呢 讓她不僅充滿好奇 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味覺體驗 豆腐乳呢 這種發酵食品呢 是因為獨特的口感 和豐富的風味呢 而備受喜愛 像是 有時候媽媽會煮豆乳雞 就是那個 會加一些豆腐乳 還是說你 吃麥嗎 早上吃麥 會豆腐乳 所以會比較嚇 吃麥啊 就是有一些口音會麥啊 我們這邊的口音是 吃麥 還是吃麥 有一些會吃麥 OK 其因為獨特的口感呢 和豐富的風味啊 而備受喜愛 然後在經歷著漫長的發酵過程之後呢 這瓶豆腐乳展現出 一種獨特的深黑色 就是黑黑的 看起來像拍起的那種感覺 所以是看似很普通去 隱含著深奧的發酵科學 當他打開罐子的時候 Oh my god 彷彿聞到了天使的味道 彷彿聞到了那一股濃郁的香味 好 所以在腦海中呢 就彷彿想起了一陣幽遠的鐘聲 咚咚咚 他小心翼翼的用筷子夾起來 放入口中那一瞬間 彷彿有一種微妙的感覺 然後那種感覺複雜的味道在舌尖上 彷彿開來 那種極致的美味令他驚嘆不已 這個稿子是AI寫的 不是會寫的 所以你會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會有加一些我自己的 一些 就是我會加一些我自己修飾的部分 所以就讓他比較搞笑一點 不久之後呢 他將這個奇妙的發現呢 分享到的網路上面 就立刻引起了討論 許多網友就對此感到好奇 並紛紛的表示 自己也有類似的經驗 原來呢 在漫長的發酵過程中 豆腐乳中的煤 和微生物發生了複雜的反應 然後這不僅讓它的顏色變深 還進一步提升了其風味 許多人讚歉這種黑化的豆腐乳 為難得的美味佳肴 甚至有人稱之為絕美佳肴 嗯 等一下我們來吃吃看就知道了 那專家就表示呢 豆腐乳變黑呢 是一種自然的發酵現象 在發酵的初期呢 煤和微生物的作用呢 使得蛋白質和脂肪 逐漸的分解 帶來的獨特的風味呢 隨著時間的推移 這些成分發生了更深層次的變化 最終呢 形成了這個黑色的豆腐乳 這種現象的產生呢 也標示著豆腐乳的口感呢 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更加的濃郁 它的層次呢 就更豐富一點 在很多地方啊 黑色的豆腐乳呢 被視為一種高級的發酵食品 欸 我們在錄音呢 小姐 你在那邊敲敲敲喔 哈 我們這邊在錄音 在錄影 然後那邊在吃水煮蛋 然後就在那邊敲得很大聲 嘿嘿嘿 所以你們會聽到 有一些人好像工地在打工的聲音 是不是 有啊 耳機就收到了啊 到時候播出的時候就會 大家都關注 都就會小姐在後面敲水煮蛋 嘿嘿嘿嘿 在很多地方呢 黑色的豆腐乳呢 被視為一種高級的發酵食品 然後其複雜的味道呢 和豐富的營養成分 使得它成為桌上的珍品啊 所以這種食品呢 不僅是包含了豐富的蛋白質 跟包含了益生菌 對於腸道的健康有益 在日本呢 黑色的納豆和豆腐乳是一樣的 也因此呢 獨特的風味而受到了推崇 那我們在這次的發現 讓我們重新認識了 發酵食品的魅力 豆腐乳的黑化呢 不僅呢 在外觀上的變化 更是一種內在的風味的昇華 所以在這種變化當中呢 時間呢 和微生物共同促造了一種 不可複製的味覺奇蹟 剛好呢 就有一罐我放了 我放到忘記 因為我自己也蠻喜歡吃豆腐 可是 好像是去年買的吧 其實我們是去年買的嘛 有一罐發黑的豆腐 起初呢 其實我 拿給我吧 我起初一直覺得說 它是不是壞掉了 然後 你看 黑色的 這樣看得到嗎 螢幕上面 要看到黑黑的 黑黑的 這樣 有沒有 喔喔 我現在已經幫我臉擋住了 你看呢 這是整個放到黑的 那我們這哪一罐 那個 我們最近買的 比較大罐的 就新的 有一罐我還要買關係 因為我自己本身 也蠻喜歡吃豆腐乳的 然後 這個 我們不要幫廠商打廣告好了 因為他沒有給我廣告費 好 你看這一罐呢 就是我們最近買的 它的顏色就明顯偏黃 這樣畫面有看到嗎 有嗎 這是比較新鮮的 然後這是成年的 我看它的製造日期 誒 製造日期 有嗎 這是嗎 這是保存日期吧 2025年 是有效嗎 這個是 這個是 2025年 有效日期啦 那應該 是去年買的 我是去年買的 那這一罐的 有效日期 它就是 2027 因為我這一罐還沒開 因為我準備的就是 給它放黑一點 看 看到底 味道如何 好 這一罐先退 退走 好 我們現在先 處理這一罐 來吃 你要拿筷子給我吧 小狗就一直叫 小狗就一直叫 你這樣看得到我在那個嗎 好難開喔 好 有點難開 我不好開耶 還要教學一下是不是 欸真的耶 剛剛 非常難看 這樣拍一拍就好了 我先聞一下那個味道 欸很香咧 很香咧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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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雞就喝而已 好 我現在弄一些出來給大家看好了 然後你等一下幫我那個 你等一下幫我取景啊 就等一下幫我拍照 拍拍這個 這個 這個 過來啊 應該看得到我在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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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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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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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就好 大塊的 大塊的 這剩沒幾塊了 你看 這是黑黑的耶 黑黑的 等一下我就幫大家試一下 我上次有吃啊 就幾塊就好了 因為這個 其實 也還滿 我還要留幾塊 留一些留下來 好就先這樣 我手會不會髒髒的 我現在幫大家試吃一下 欸 它味道很甘甜耶 真的比剛開始吃的 因為我吃過黃色的 我吃過黃色的 黃色的味道沒有 沒有像這個那麼好吃耶 黃色的味道就比較 比較新的味道 它吃起來就會偏鹹 可是 它這個吃起來是甘甜耶 所以 我知道我應該 會多買幾個回來放 但至少要放滿久的喔 對 至少要放一年 不會黏 不會黏 因為它越黑越好 欸 真的很好吃耶 不會很鹹耶 要不要吃吃看看 你來這邊吃看看 小姐也想吃 真的很好吃 它不會很噁心的味道 反而是好吃的 你這樣有拍到嗎 如何 不鹹對不對 好吃齁 是甘甜 對齁 因為 因為 剛開始吃的時候 它如果是黃色的時候 它會偏鹹 它現在已經整個都消化掉了 就是那個剛剛說的就是 發酵 發酵掉了 它是甘甜 要這樣翻 好吃 更甜 它已經把那個鹹的味道帶過來 還有那個醬油香 還有發酵 你要那個麥克風 這樣收得到嗎 這樣收得到嗎 鑑鐵 它那個把那個原本的味道都蓋掉 還有那個醬油香 你們可以試吃看 讓它放久一點 可是這種東西 你要放久一點才可以試啊 因為它至少 因為我這個 這一罐其實 放很久了 我都忘記了 去年的 對 對啊 超過 欸 好幾次要把它丟掉 好幾次都要把它丟掉都忘記了 阿想說 小潘就拿起來給它試吃 阿吃一吃 欸真的好吃耶 所以今天介紹給大家啦 好不好 就是 你如果有買這個豆腐乳 你可以放久一點 讓它變黑 黑色真的不恐怖 好吃 OK 那如果你再配飯的話 沒有泡泡啊 沒有泡泡啊 對 你再配一口飯 就現場吃播起來了耶 其實 你這樣吃一大口就很滿足 這飯怎麼那麼利啊 很利 很乾啊 養不掉 你覺得很好吃耶 就是 水分不夠 好 它搭 嗯 很搭 好吃 可是 可是不能過量啦 你吃過量的話 它也是會很鹹 對 還是會鹹 好 所以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變黑的豆腐乳 更好吃 對 我再吃一口 因為我很喜歡吃白飯 所以變黑的豆腐乳 變黑的豆腐乳好吃 OK 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結束 然後 如果你喜歡我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如果你要加入我的會員的話 記得 加入我的會員可以贊助我 好 不會啦 還好啦 對 可是它還是會有一點那個 黏線 它已經變黑的話 不會再更黑了 可是我在網路上有看到更黑的 所以大家就放看看吧 就放久一點 好就這樣 掰掰